内地今个月製造业和服务业表现放缓 并超过市场预期 但分析看好内地下季经济会持续改善 内地企业经营活动持续复苏 但增速有所减慢 国家统计局公布 12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历指数 由超过三年高位回落定点2 去到51.9 超过预期 供应和需求放缓 生产和新订单指数 以及进出后表现都由升转跌 原材料和物流等的成本上升 拖累小型企业盈利受压 经营表现更加跌到50以下的收缩范围 反映服务业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结束4个月升势 回落到55.7 是自8月以来最低 但有经济师预计 下季经济会在服务业带动之下继续改善 服务业都会维持比制造业相对高一点的水平 制造业始终如果是出口 都可能会受到外围环境的影响 比较今年第一季出现比较大的收缩 所以其实明年第一季表现 基本上无论是PMI 或者是真正的实体经济数据 都是值得期待的 彭博说小型企业不稳定的复苏步伐 仍然是隐忧 但相信内地整体经济增长趋势不变 人行春年也有空间 将货币政策回复正常 预期春年会维持利率不变 亦都会适当出台针对性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